嗨 今天来聊一聊留言里边提到最多的一个选题 也是我觉得全世界可以说是最奇妙的一个经济体 日本 你说它怎么就从一个二战的战败国 迅速崛起成为一个史无前例的经济奇迹 又是为什么吹出来现在近代史上全球最大的资产泡沫 泡沫破裂之后呢 为什么又持续了长达30年始终经济停滞站不起来 你说它是日本央行的失误 还是经济的必然规律 是阴谋 是巧合 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呢 还是老规矩啊 我先声明一下 我估计啊 关于日本经济泡沫 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听过一点 就各种不同角度的分析 就感觉 我好像明白了 但是又不是特别清楚 所以今天呢 就也想帮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 我还是挑我觉得最重要的主干部分 就想从经济学的角度 咱把它讲清楚 二战之后啊 日本本国大概有40%的工厂和基础设施 被毁 国内的情绪呢也非常低落 而且还因为战争的极度消耗 欠下了巨额的债务 在1945到1952年的时候啊 美国接管了日本 主要呢就是担心日本变成个社会主义国家 那不就跟前苏联中国连成一条线了吗 所以呢就非常nice的帮日本进行各种恢复 包括写宪法 土地法改革 劳动改革 教育改革等等一顿改革 以极快的速度帮助日本完成了经济重组 而且啊改革完了之后 这美国人真的就在1952年撤军了 紧接着呢又是三年的朝鲜战争 那美国这边就产生了大量的需求 就落到了日本头上 真正把日本从之前的内需部族当中给摆脱出来了 所以总结来说呢 就是战后的日本一塌糊涂 但是啊在美国的帮助下迅速爬出泥潭 你看这两个国家是不是还挺有意思的 前脚刚上扎了珍珠 刚上扔了原子弹 后脚就挨得死去活来 真的可以说啊 就是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那接下来呢 你看啊日本的整个经济体制 基本上算是重启了 而整体呢人口素质也非常高 同时啊那时候物价非常低 也就是说啊 有这么一大批非常聪明的廉价劳动力 又赶上当时经济全球化的浪潮 那自然呢就成了世界工厂 日本呢先是大量出口农产品 然后接下来十年呢 什么相机 汽车 电子产品 就这期间啊 有个大批的日本公司都成了巨头 经济呢算是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期 从1954到1972年 平均的GDP增速就超过了10% 你说这么持续性的高速增长啊 让当时全世界的经济学家 就下巴都快掉 所以呢也有日本经济奇迹 这么个专有名词 大家来看啊 这是从1881年开始 美国的人均GDP 这绝对可以说是冠绝全球了 就100多年来几乎持续在增长 只有在1930年经济大萧条那儿啊 有个比较明显的坑 但二战之后呢 你看又拱起来了 大家来对比看一下啊 这是日本的人均GDP 就这么看着 可能你也没觉得它有那么猛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坐标轴 换成对数坐标 这一下就非常清楚了 所以你看日本啊 是在二战之后有一个更大的坑 当时的人均GDP还不到3000美金 几乎是美国五分之一还不到 可是之后的20年呢 奋起直追 到1973年竟然追到了美国的三分之二 完成了非常神奇的举国大跃签 好 接下来啊 咱们就要碰到日本经济里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了 你说为什么日本的经济如此特殊 为什么全球的经济学家 都要把日本单拿出来讨论呢 它之所以能保持长达20年 包括之后1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 然后又来泡沫 然后又迅速坍塌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底层原因 就是它的财团体系 从1860年到二战之前 日本整个经济啊 就被一些特别大的家族控制着 他们控制经济里的各大命脉产业 这些家族呢就叫财阀 日语呢就叫财阀 大概意思就是经济上的一种垄断联盟 当时啊日本有四大财阀 他们强大到什么地步啊 就连日本政府想要弄点钱 都得找他们去商量 所以很多人就认为啊 当时20世纪的时候 日本掀起的多次战争 都是因为背后财阀在推动 二战之后呢 就在美国的主导下啊 就把这帮财阀全都给拆了 很多资产呢也都归于国有 可是没想到啊 就这种包团的意识 经过了上百年 已经深入到日本人的骨髓里头了 就你现在把我打散 整得我都不会了 拆分剩下来的人啊 就跟电影《变形金刚》似的 就是打得稀碎 没想到过了几年 居然又给聚在一起了 而这回形成的这些新的团体呢 就不叫财阀了 换了个名词叫Keretsu Keretsu 就是财团 换汤不换药 就一个意思 新形成的财团啊 有六个 他们将主导日本未来 半个世纪的经济 这些财团呢 都是以若干个大银行为核心啊 然后横向呢 就控制着上电子 石油 食品 汽车等等 一系列的产业链 在一个财团内部啊 它公司之间的联系 是非常紧密的 包括就公司之间 会相互持股 还有那些高管 人员经常都会一起开会啊 唱K吃饭 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小的 那种商业生态链 你说为什么要以银行为核心呢 那银行在上面罩着 底下就不缺钱嘛 比如说底下 哪个兄弟一旦资金紧张了 上面老大夸 一纸低息贷款 立马到账 财团里边 比如说三菱 最近汽车有点卖不动 那就喊一声 说兄弟们都给我冲 今天买买车 大家就都应声赶上 开始买车 这销量不就上去了吗 这是个小玩笑啊 不过我意思你应该明白 这些财团 它不光可以横向横跨多个领域 而且纵向还会整合 一个一个的产业链 就比如大部分的制造业巨头 Toyota Toshiba Nissan 都是这样的 从原材料到生产销售 就是大家一起抱团 就一个财团里边 甚至会达到上万家公司 这个呢 就是典型的裙带资本主义 Crony Capitalism 我们在哪一期提过呢 哎对了 俄罗斯 你看我花了这么多口舌 孤孤婆心在这说 日本这个财团体制 就是因为它真的特别重要 这之后的好多事 都多多少少跟它有关系 好咱们现在回头来看 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那个时期 这个财团经济的体制呢 是非常有优势的 提高效率 整合资源 降低无畏竞争 而且员工在里头 基本都是终身雇佣制的 就你也不用想着什么跳槽了 你就老老实实干就行 所以呢才有了这条惊人的曲线 哎你看是不是有点意思了 咱们来慢慢深入 时间来到了70年代 你看1973和1979年 两次石油危机 日本它持有99.7% 都依赖于进口 那油价倒涨 就会导致本国输入性的通货膨胀 一时间短期呢 大家就觉得 我去怎么什么东西都这么贵 那不买了得了 得你看需求减少 消费降低 经济下滑 不过啊 虽然石油危机对日本的冲击不小 但是它成功地完成了一个经济上的转型 就是从原来非常粗放的生产导向性 转向了技术导向性 就比如说丰田吧 当时就独创了一叫TPS的丰田生产系统 就大大提高了汽车流水线的生产效率 再加上石油危机油价飞起 不得到青睐 1960年的时候 Toyota的年生产量才只有15万 但到了1980年 这个数字就变成了330万 日本其他一众品牌 什么索尼 东芝 松下 丰田 三菱 日丽 全都成了当时全世界消费者家里的常客 咱们看当时石油危机这个期间 日本的GDP降到了4% 但是那时候全球都不打地 所以这个已经是面对危机非常不错了 而且帮它实现了转型 好 就在日本一切都顺风顺水 经济搞得风生水起的时候 有一个国家真的是如坐针毡 如莽刺碑 如梗在后 那就是美国 咱把地球一转版圈 非常简短地看一下美国当时的情况 70年代的时候 美国先是单方面宣布和黄金脱钩 脱离布雷顿森林体系 接着两次石油危机 又让美国陷入了高通胀 一度高达14% 同时经济停滞 就是陷入了非常严重的滞胀 当时美国新上任的央行行长保罗沃克 就大刀一挥非常激进地决定加息来抑制通胀 在1981年的时候 直接把联邦基金率干到了20% 结果通胀是抑制住了 但是副作用也非常的明显 一就是抑制了美国的经济 直接把美国给干衰退了 二就是货币升值 你看这个就是美元 对一揽子货币的一个指数 在80年央行加息之后 直接翻了一倍 你看这个图上就跟那股市泡沫似的 第三就是贸易逆差 因为美元升值 相当于出口东西就变贵了 那不就卖不出去了吗 所以这个进出口图里 你看就是这么大一个大坑 进口远远大于出口 就是贸易逆差 你看为什么说美国当时如坐针战 那也不为过 稍插一嘴 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个保禄沃克 当时是非常的有魄力 不惜在短期内牺牲经济的增长 和对外贸易来抑制通胀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这个通胀 真的是非常可怕 这个我们之后再聊 而美联储这一次强硬加息 也在几十年后 就被人们认为是教科书籍的危机处理方式 换来了之后 美国长达几十年的高速增长 好题了 咱说回来 就随着美元的飙升 当时日本那种物美价廉的 什么电子产品 汽车都乌邀乌邀 一股脑的涌到美国去了 美国的贸易逆差里边 有三分之一是因为日本 就美国的汽车产业 也从这个时期开始一蹶不振 所以说经过七十年代两次石油危机 日本成功转型了 但美国深陷泥潭 这下怎么办呢 美国就急了 美国政府就迫于工会的压力 尤其是那些汽车公司工会的压力 再加上像是IBM 摩托罗拉这种巨头的游说 和日本开启了贸易战 一刀切直接限制了 每年进口日本车的数量 同时对日本的电子产品 加收了高达100%的关税 但都不太管用 所以这时候美国人就觉得 我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我们要让美元贬值 1985年9月22号 美国就把日本 法国 英国 德国的代表 都叫到了纽约的广场饭店 五方达成了一个著名的广场协议 联手抛售美元 让美元贬值 来缓解美国的贸易逆差 当然美国主要针对的 就是日本跟德国 因为它对这两个国家的贸易逆差 实在是太大了 就是你们的货币 也得升值来帮我缓解压力 那你说德国和日本 为啥要答应呢 那名片上肯定都说 我们希望美国好 因为美国经济不好 大家都受影响 但实际上 因为美国是这两个国家的 最大的客户 如果客户确实没钱了 或者要打贸易战 那他们俩也没有好果子吃 谁都不想跟美国搞僵 是吧 所以呢 大家就迫于这个银威 签下了广场协议 而这个呢 也成为了日本之后 一系列凑齐的重要导火索 协议签完呢 大家就各回各家 就按协议来呗 开始抛售美元 果不其然啊 美元就像刚刚我们图里 看到的那样 开始迅速回落 这就苦了日元了 日元这边 这哐哐哐开始往上标 美元对日元 在一年之内几乎翻倍 从一美元能兑换250日元 一下涨到一美元 只能兑换130日元 也就是说啊 美国要是进口日本的车啊 电子产品 这价格就翻了一倍 那谁还买啊对吧 这个对日本的出口 短期来讲肯定是非常大的冲击 所以广场协议紧接着 1985年的第四季度 日本就陷入了衰退 得 这下轮到日本政府着急 你说这可咋整 日本经济奇迹 可不能毁在自己手里啊 咱看当时经济的情况 经济下滑 日元呢又持续升值 同时通胀又比较低 你看啊 你要是作为日本政府 或日本央行 那就是几乎有一个 标准化的解决方案 就是降息 你看降息啊 一方面能刺激经济 另一方面呢 又让本国货币有贬值的倾向 本来唯一的问题 就是长期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 但通胀这边呢 又不是很高 日本是有这个条件 让你降息的 所以日本央行 就在198687年的时候啊 把基准利率从5% 直接砍到2.5% 就很多人诟病说 日本央行的降息 导致了之后的泡沫 其实像我们刚刚分析的 他面对日本的那种情况啊 降息其实是一个非常 标准的应对策略 你看1986年 央行降息之后啊 经济基本上也恢复了正轨 日元对美元的升值呢 也得到了缓解 而且国内呢 也没有出现通货膨胀 所以这一波操作 其实是非常成功的 但央行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劲儿啊 给大了 降息之后 你一直趴在那儿不动 才孕育出了之后 那么大一个泡沫 降息之后的事啊 咱们先来说个 简单粗暴的版本 低利率呢 其实就意味着 往市场上去投放流动性 因为借钱变得更容易了吧 所以大家就开始 去大量的贷款 那市场上的钱就变多了 钱多总得有地方留 对吧 那它无非就是两个去处 一个呢 就是流到了实体经济 那就会导致通货膨胀 另一个呢 就是流到资本市场 那就会导致资产泡沫 而对于日本呢 其实就是后者 钱大量的流入了 股市和楼市 于是啊 从85年到91年 日本平均商用住房的价格 翻了三倍 像东京这种大城市 更是到了离谱的程度 像1988年 东京的银座区的房价 达到了22万美金一平啊 你就可想而知 当时那房价得离谱到什么程度 股市这边就更直观了 你就直接看日本的股指 大盘在这几年内 就翻了四倍 达到了39,000点 到现在都还没回去 这也造就了 当时的一个奇观哈 就我们上期提到过 当时在90年代的时候 全世界市值最高的公司 前10名里边 日本公司占了7个 当时大部分日本公司呢 也会自己拿钱去炒股 89年的时候 尼桑从股市里边赚的钱 比它卖车赚的都多 这股票一涨哈 日本就凭着 他们当时雄霸全球的估值 到全世界去买地买公司 比如索尼就花了34亿 买下了哥伦比亚影业 地产公司呢 花了14亿美金 买下了美国纽约 地标性的建筑 就洛克菲勒那一大片楼 当时那个时期哈 日本整个的风气 就是那种非常狂热 非常奢靡 自信心爆棚 但有点钱 你就投到股市或者去买房 你买了股票买了房子呢 就一直在赚钱 所以日本国民就从来没感觉到 我赚钱这么容易过 咱刚刚说的 其实是一个简单粗暴版的 泡沫产生的原因 它当然也没错 你说低利率 肯定是刺激经济 会造成一定的泡沫 但是呢 你要是光用它解释 多少会感觉有那么点糙 咱就甭说远了 就是日本降息这个事 它也不是降了一次 就70年代 80年代初的时候 为了刺激经济 降了好几次 你看啊 这是日本的核心利率 就70年代 80年代初的时候 当时为了抑制通胀 还有控制汇率 两次玩过那种大幅度的加息 然后又大幅度的降息 而且那降息的幅度 全都不比86年这次小 就虽然没有砍到2.5% 但也没高多少 更关键的是 那几次降息效果也都挺好的 经济也都好好的 被大家都认为 是非常成功的操作 你就看这张图 是不是也觉得很难想象 你看这儿 这儿就没什么事 但是这儿就太激进了 一下就造成了 全球水上最大的经济泡沫 是不是感觉有点问题 其实促成这么大泡沫的 就不光是降息 不光是央行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玩家 就刚刚我们说的 日本的 一直以来 日本经济的核心 其实就是这些财团们 而这些财团的关键呢 我们刚刚也说了 就是银行 而日本的国民呢 其实是非常保守的 你说辛辛苦苦赚那些钱 我投什么子 炒什么股 我就老老实实的存银行 所以日本一直呢 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运行机制 就大家赚了钱存银行 然后银行呢 再把这些钱贷款给公司 而日本政府呢 他如果想控制 经济体力货币的流通速度 除了利率 还有呢 各大银行 就你要么什么时候多贷一点 什么时候少贷一点 多往什么方向去贷一点 这种机制呢 就叫窗口指导 window guidance 一直以来呢 这种调控机制都是很稳定的 但是啊 就到了70年代末 80年代初的时候 市场开始慢慢发生了变化 哎 注意啊 要跟住 这儿是一条比较长的逻辑链 从70年代 日本就开始进行了 一系列的金融市场化 就一呢 也是因为自然驱使 市场化嘛 肯定更有利于 调配资源 去激活更多的潜力 但更主要的是美国在施压 美国一看 日本你金融市场汇率 都管得那么死 汇率低 就是政府控制的 那你得把金融市场开放 你得学学我 对吧 于是日本也没办法 就开始全面开放 自己的金融市场和外汇交易 放开之后 另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就是它的债券市场 也越来越开放了 换句话说呢 就是企业可以通过发债去融资了 而那时候正好 央行不是把利率调的特别低吗 那公司一看 对吧 我在公开市场上发债 比我从银行贷款还便宜 还省事 于是日本那些大型的上市公司 就都把借款的方式 从原来的银行贷款 转到了去公开市场上发债 你看这是当时 日本公司的债务趋势图 从85到90年 日本公司开始大量借贷 其中主要都是源于发债 而不是银行借款 这下银行日子就不好过了 你看本身利率低 就不利于银行赚钱 现在贷款还贷不出去 那就更不赚钱了 关键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说吗 央行会给这些银行 就这个月几百亿 你必须给我贷出去 那银行也没办法 就只能到大街上 得一个人就问说 朋友你需要贷款吗 同学融资了解一下吗 我开玩笑的 只是说银行就只能去找那些 信用比较差的公司 去给他们放贷 甚至到后来都直接找个人去放贷 反正就是只要你能提供抵押就行 你把房子押这儿 我就给你低息贷款 大不了你还不上我还有抵押 我把房子卖了就是了 因为那时候房价是在往上涨 所以银行肯定也不亏 于是银行就把大量的钱 贷给了那些 没有什么偿还能力的 个人和公司 那这经济体当中的 信用一下就泛滥了 那你想啊 这经济里边 不管是小公司还是个人 都能轻轻松松 拿到低息贷款了 而且你别忘了 那是一个股市和楼市 都飞涨的时代 你说你拿到钱干嘛 那买股票买房子呗 对吧 咱来总结一下 刚刚这个长而又精彩的逻辑链 日本金融改革更市场化了 那公司呢 就到市场上去借债 就不找银行了 那银行这边就更难贷款了 所以银行就把钱 贷给那些信用不太好的 公司和个人 就导致过度放贷 信用过度扩张 拿到钱的小公司和个人 就把这个钱 就一起去吹泡沫 而这个链条里边 问题最严重的 并不是说 大家一起去吹泡泡 而是信用的过度扩张 你说要是大家就疯狂炒股 那也好说 但是如果大家都借钱 去疯狂炒股 那问题就非常严重了 而且这些银行 不仅仅是通过放贷 导致的泡沫 他们自己也有直接的参与 我们刚刚不是说 财团里边的公司之间 都是相互持有的 而作为财团的老大 这个银行 它也会持有很多公司的股票 1988年的时候 当时推出了一个 新的会计准则 就是说如果银行 它手里持有股票升值的话 是有一部分的收益 是可以寄到当年的利润里头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只要这公司的股票一直在涨 你甭管它实际上是赚钱 还是不赚钱 账面上都是赚钱的 而账面赚钱 这股价又会持续涨 而且你想当时的利率那么低 所以大家就借钱来相互买股票 互相吹泡沫 大家就一起 左脚踩着右脚就飞到天上去 到后期 整个股市中间有三分之二 都是公司之间相互持有的 财团里头的老大银行 就持有了市场里一半的股份 你看看这泡沫能不起来吗 所以为什么我们最开始说 财团在这里边 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就一方面 它自己被迫过度放贷 另外就自己内部左手倒右手 再加上当时低利率的 大市场环境 那就是干柴烈火 一点就着 星星之火就瞬间 蔓延到了整个日 你说这么大泡沫都出现了 日本政府 日本央行 它傻吗 它能看不出来吗 其实他们早在1987年的时候 就刚刚利率降到2.5%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觉得 会有泡沫的风险了 当时内部就在讨论 要不要加息 但据不同渠道说 可能有这么三个原因 他们迟迟没加 第一个就是因为美国不让 因为87年的时候 美国这边自己货币刚刚缓过来 所以它就不想再继续贬值了 就和那几个国家 再加上加拿大 签了一个卢浮工协议 就跟大家说 咱们大家都把利率 控制在低位那么一阵子 就别再加息了 所以日本就一直不敢加息 这是第一个可能 第二个原因 就是因为当时87年的时候 美股不是崩盘30% 黑色星期一吗 就是日本一看吓傻了 所以就不敢加息 第三个原因 其实是个传言 就是说日本内部的大藏省 有点类似于财政部 这么个角色吧 它和央行就不太对付 他们就搞了这种内部的斗争 所以央行就迟迟拖着 故意不加息 反正不管什么原因 最后的事实 就是直到1989年的时候 央行这边才下定决心 去加息刺破泡沫 而且这一下 一加就给来了个狠的 直接从2.5%加到6% 流动性突然收紧 反应最快的肯定就是股市了 到89年12月的时候 股市就开始往下跌 两年之内 从原来的39,000点 一直腰斩到17,000点 房地产这边反应稍微慢一点 撑了有一年多 一直到91年的时候 大家才发现再也没有人接盘了 以东京为首 楼市也开始暴跌 日本的资产泡沫 全线开始破裂 一般人讲到这儿 可能这故事就该收尾了 就是说 你看日本这么大的泡沫破裂了 经济陷入危机 接下来就是失落的30年 你听着这语句倒也很通顺 可是为什么泡沫崩塌 就要失落30年 泡沫也多的是 美国的互联网泡沫 07年中国的泡沫 但也没见谁 就是说失落30年了 别说30年 基本一两年之后 又活蹦乱跳 日本90年破裂的 只是资产泡沫 确实让资产泡沫破裂 会让很多人倾家荡产 但短期经济是可以去调整 如果说央行政府处理好了 因为经济的结构 它是不变的 就是说你手里的房子不值钱了 股票不值钱了 但是你还是可以继续工作 你甚至可以更努力地工作 这样经济 它慢慢发展 是可以恢复过来的 所以当时日本资产泡沫的破裂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 被人打了一拳摁在地上了 其实是可以慢慢自己站起来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 谁要再框上去给它一脚 那就真的可能在那 趴30年站不起来了 咱来看看 是谁往上补了这狠狠的一脚 这就又要说回 当时日本财团里边那个银行了 咱刚不是说泡沫期间 银行就瞎放贷 手里有一堆房子做抵押吗 一方面这帮借钱的人钱还不上 那房子也是暴跌 所以抵押物也不值钱了 银行这边就会出现大量的坏账 同时银行也是经济里的关键 因为我们说民众一生的积蓄 都在银行里 所以银行不能垮 政府肯定要去救 就是要给银行低息贷款 帮它渡过难关 表面上如果你看日本的GDP 就9293年的时候 就感觉差不多都缓过来了 大家又可以开始活蹦乱跳 继续创造奇迹了 但实际上那时候 银行的坏账越来越多 而且这财团里头 银行老大哥和其他公司之间 那是要相互扶持的 所以银行这边拿到了借款之后 也得去救这帮哥们 这里边表现不太好的那些 本来应该被末位淘汰的企业 大家也都得帮它一把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财团体制 它的两面性 就好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拧成一股绳 一起往前冲 但问题就是它传大难掉头 就那些实际上本来撑不下去 但是靠着老大哥的救济款 在续命的公司 就被形象的称作僵尸公司 Zombie Companies 而银行的利润率 也从95年之后 开始惨不忍睹 甚至跌到了负数 你想经济的活跃 本来是源于竞争 那市场上都是僵尸公司 那就分不清楚 好公司和差公司了 那久而久之 这些好公司也都会被拖下水 经济就会被慢慢的拖垮 就是这种政府救银行 银行救财团里边其他公司 大家一起苟延残喘 让日本的大量产业 彻底丧失了火力 终于只是包不住火的 1997年的时候 大家实在是撑不下去了 即使是日本政府 刚刚注入了大量的救济款 尼桑保险公司 还是在97年4月宣告破产 成为了日本二战之后 首个破产的保险公司 半年之后 1997年11月 多家金融公司 破产的破产 关门都关门 11月26号的时候 日本的财政部早上 就接到了一通电话 是央行打来的 就说 こんにちは 财政部呀 财政部啊 今天早上有大量的群众 在多家银行面前排队要取钱 我们的银行系统 可能面临挤兑的风险 财政部一听 脸都绿了 立刻下令 让这些民众 都赶紧进银行里边去 可千万别让人看着 这种要万一让人看 你造成恐慌 可就麻烦了 他们要多少钱 就给多少钱 没钱 我财政部来出 反正千万不能胜账 而另有意思的是 当时日本所有的媒体 都一致性的选择了揭墨 都没有报道这个事 就这样 一场本来可能会对日本 整个经济都造成 毁灭性打击的银行挤兑事件 就这么被摁住 当然这就是个小插曲了 大势肯定还是要走向崩塌的 就是这种默默的融化 它其实比之前的泡沫 更可怕 更深层 日本很多家金融公司 都因为坏账 实在是绷不住了 很多银行啊公司 就算接受了救济款 也都无济于事 被迫清算 或者是合并到其他公司里边 财政部和央行 也都开始强硬的救市 这回就完全是实体经济的崩塌 就此日本的金融危机全面爆发 日本的股市在泡沫破裂之后 又持续了长达十年的下跌 到2003年的时候 已经8000点了 那可是从39000点跌到8000点 还不到原来的四分之一 你看这个是日本的失业率 它并不是在泡沫破裂的时候 就开始在飙升 而是在2000年的时候达到最高点 而且之后就居高不下 这个是日本的自杀率 你很明显能看到 是从9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开始飙升 而之前那六大财团 因为受到了98年金融危机 还有之后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 慢慢开始合并 政府也意识到财团的危害了 就一点一点去削弱他们的权利 而这些巨大的星系 为了自保就开始慢慢融合 就形成了更大的星系 但是他们之间的连结 远远不如以前那么紧密了 整体对经济的影响力也大不如前了 就在这种经济和社会环境下 日本就出现了大量的hikikomori 叫隐蔽青年 就有点类似于社交退缩症 就他们不想跟任何人社交 想跟社会脱离关系 就把自己困在家里 据估计日本大概有70万的隐蔽青年 想完全跟社会脱离关系 而现在在日本患有自闭症的人 甚至可能会超过150万 日本又因为内需不足 还有老龄化的问题 陷入了通货紧缩 你看这个是日本的GDP 直到现在还基本徘徊在30年之前的水平 这就是失落的30年 这儿我稍微提一嘴 你看这些各种大起大落 它的直接原因 多多少少都跟央行的失误的货币政策有关 有一本书还挺有名的 叫日元王子 Princess of the end 它有一个理论 就是说这一切 其实都是日本央行故意的 What 因为日本的央行和当时它的上级 大藏省 就是有点类似财政部这么个决策吧 特别的不对付 所以央行呢 就是故意想把实体经济给搞垮 靠这种危机才能换来改革 就让民众也对大藏省都产生不满 这样自己才能独立出来 大藏省也被拆分了 是不是听着挺黑暗的 那是不是真的呢 我也不知道 如果你感兴趣 你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那我们看看 为什么在之后长达30年的时间里 日本就用尽了各种极端的救世方法 比如说央行的负利率 印钱 政府就宁可欠下令人发指的外债 去刺激经济 全都无济于事 甚至还徘徊在通货紧缩的边缘 你说这个安倍经济学 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最近为什么日本的债势又崩了呢 哎呀 进度条好像不太够了 我们下次再聊 拜拜 这些财阀拆分级别乐行吗 所以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玩家 那就是 什么玩意儿呢 我们进度条好像不太够了 那我们参加出来的渡敞 人参加出来的渡敞 我是什么的 我闹刀的 我们下个渡敞 我闹刀的 我们下个渡敞 我闹刀的